一人昆达与柯佳燕是众所皆知的情侣,两人交往五年,但一直都很低调。 近日昆达透露,两人年底将登记结婚,是对两人有纪念意义的日子。 问机特别的日子是哪天?柯佳燕笑说,12月也就这几天,时间到了会提前宣布了。 没想到两人就选在12月3日固定终生,先前放话今年一定娶柯佳燕的昆达透露,这个月将于柯佳燕先登记结婚,没想到就在稍早已经登记结婚了。 两人也同时间在脸书公布喜事,对于神秘兮兮不肯透露的日子,从发文来看去年的今天你说好,也让外界猜测昆达,是在去年的今天求婚成功。 这天是两人的求婚纪念日,工作满档的柯佳燕在12月或的短暂小假期,问机会不会,想在登记结婚后于昆达先去赌小蜜月。 他睁住大眼傻闻,有这样的麻,而后笑说会好好考虑。 毕竟之前于昆达比较少出游,认为长时间的旅行是不错的选择。 柯佳燕2016年夺的第51届金钟奖最佳女主角奖,男友昆达当时在第一时间在脸书告白献上祝福,我一直都知道就是你,虽然只有短短9个字,却洋溢助对女友满满的爱与祝福。 27日,柯佳燕看完电影百度人后,也如法抛制,同样在脸书上告白男友昆达,想两口的甜蜜恋情让人毫不羡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